嗨 大家好 我是瘡瑜 看到这个新的背景吗 没有错 我跟我姐姐准备淘家 在外面租了一间房 住一起会有很多的摩擦 个人是觉得距离产生美感 所以我们二话不说 说走就走 说租就租 说逃就逃 欢迎来到淘家之后 我们租的房子Rentour 我跟我姐姐租的两房一厅的小房子 因为姐姐想要做美甲 我也要拍片 就当成是我们两个的工作室跟住处 话不多说直接Rentour 一进门之后会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厅 这边有房东提供给我们全新的电视跟柜子 到时候应该会把这片拆掉 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没有很好看 而且你看这个柜子这样拉 然后夹进去 什么意思 再来呢 客厅 之后拍片大家就会很常看到这个客厅的出现 我的姐妹们来的话 大家都可以有地方拍片 就不用像以前一样到处跟别人借场地 或是挤在一间小沙发拍片这样 到时候这个桌巾也稍换掉 大家应该可以知道为什么要换它吗 就是 很不OK 那客厅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一间我们当初一看到会马上选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整间重新粉刷 电气全部换新的 冷气都是分离式的 大楼的整个环境也很不错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做 这一间是我的硅房 就是一间温馨的小房间 到时候我应该会在这边摆一个电脑桌 以后就在这边工作 再走进来 这边是一间隐藏式的衣柜 坐在里面的 没有很大 就小小的 这边就是窗户 这边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小厨台 这边我会把它做成是我的化妆台 或是偶尔拍一些商品的照片 我会在这边拍 这边它是做了有一个台阶的木头 跟瓷砖地板有做一个区隔 然后又姐姐的衣服很多 这边的衣柜可能不够我们放 所以现在这边这个空间 应该会再摆一个衣柜 这样我跟姐姐才有足够的空间放衣服 这间是彪哥的房间 它本来是一间空屋 房东很好 我们请他再度给我们一个双人床 跟再给一个衣柜 这个衣柜比隔壁的还要大 但是女生的衣服 永远不嫌多 这两个衣柜不够我们放衣服的好吗 所以我们会在自己 搬一个衣柜到隔壁 这边阳台跟客厅的阳台 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等于说这个房间可以直接通到阳台 在客厅的落地窗也可以直接通到阳台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凭什么我的房间比较大 但是因为呢 我跟姐姐有讲好 这边这个空间就是属于姐姐的 因为姐姐她有在做美甲 那是她的兴趣 所以这个空间到时候呢 会变成是姐姐她做美甲的地方 所以有人想要来美甲的话呢 都可以咨询姐姐 姐姐就会帮你做指甲 当然不是来这里做啦 可以给她练习这样子 这一间呢 它不是一个房间 它是厨房 也是干净 很传统的厨房 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 它有对外窗 比起一般开放式的厨房 它会直接把气味传到客厅 我喜欢这种 不是开放式厨房 就它有个门可以直接关起来 所以那时候一看到我就觉得 很棒啊 也是做一些基本的收纳 房东也准备了一台 全新的冰箱给我们 我真的很在意租屋的时候 电气是不是全新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也有租过 冷气一吹出来 全部都是烟尾 冰箱一打开 全部都是酸臭味 我就整个觉得很受不了 所以这一间是我们一看就觉得很完美的选择 再来是厕所 房东也是整间帮我们重新粉刷 也有做干湿分离 就到时候再架一个帘子过来 就是干湿分离 全新的马桶跟全新的洗手台 全新的卫浴设备 所以我觉得很赞 因为我很在乎卫生 这间就是我们当初一看到就决定 OMG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再来是阳台 阳台就是简单的 大家普通都会看到一字型阳台 这边就是刚刚姐姐房间的落地窗 房东也准备了一个全新的洗衣机 很棒很棒 我也很喜欢晒衣服的有这种干湿 我很在乎晒衣服的地方通不通风 照不照得到阳光 这边是照得到阳光 而且四周没有遮蔽物 是非常通风的 所以我觉得很棒 因为以前住的地方衣服晒不到太阳 都是阴干 我觉得穿起来我就会很容易得失诊 所以这边具备了所有我很care的条件 那这就是空屋的开箱 等我们正式住进来之后 再room tour给大家一次 从来没有想过有生之年我的频道会有room tour这件事情 很棒啦 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 那就等我们住进来之后 再跟大家分享 现在我们来到IKEA 这集感谢IKEA没有赞助 我们现在要来挑家具 Let's go 现在在挑姐姐要做美甲的桌子 看不到适合的 对 因为太宽了 你说人家为什么需要买这个东西 因为厨房的柜子很高 通常怎么叠 你不会叠到那么高 所以上面的那个空间就一定会浪费 不然你上面的柜子 你也可以放一个这个 那你就可以多一个空间 可是这样子下面这个空间就很受限了啊 可以买一个 看才99块 这一定会用 啊 受不了 我要买一个 北开枝 我们浴室太大了 它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在那边浪费 你就可以放一些 这是塑胶的吗 塑胶的 塑胶的 要塑胶的 不然会谁 对啊 这个就可以放一些浴室清洁品啊 或者是被瓶 你说这个要放卫生纸 卫生棉 浴室清洁剂 还有化妆棉 因为要卸妆 诶 你朋友也说 这根本装不了什么 不需要 真的 我要买那个99 真的不需要 好啦 我找到看有没有那个99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买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会用到你们都不会用到的东西 所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叫做 厨房擦湿布 它就可以擦手啊 擦碗啊 擦杯子啊 都可以用 所以在乱买了 没有乱买 这个真的很需要 就是要有一条可以擦手 OK 买了一堆 莉莉可可的东西 里面有五分之四都是她的东西 你们也会用到吗 讲得好像我们过得跟你一样精致 我超会收纳 但是我会觉得 收纳不需要用到这么贵的 相信我吗 因为你是金牛座吗 之后就看到家里很干净很有质感 好了我们呢 正式的入住新家了 我们过超久才拍 我都从长发变短发了 入住蛮久了 好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 Room tour一下 由彪哥介绍 因为这整个家的装潢 总体来说比较按照它的意思 是装潢是装饰 一开始呢就是 我们买了这个IKEA的挂钩 超级便宜 99块 非常划算 引进来就是鞋柜区 我有买一个熔辣的 我跟大家讲 我真的 Totally can't understand What is this 有时候放钥匙 我他妈的都被它烫到 它真的不需要存在好吗 你就放过来一点 Yeah I know But I still turned out I don't know why 这真的很不需要 可以底下留言跟我讲一下吗 因为他说怎么这是香氛蜡烛 那你没多香啊 有好吗 你现在不是有闻到吗 没有 没有比这个还要香 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是一些口罩区 出门会需要的被瓶酒精 因为我有看一些收纳的youtube 他就教人家怎么收纳 口罩就是你出门的时候要用的 所以你就把口罩放在这里 这样子就是整个洞线 它会是蘸的酒精 就是回来就可以马上喷啊 忙消毒啊 还有一些我的香氛蜡烛 对就是你的香氛蜡烛 这样很棒啊 让整个家里都香香的 不觉得很棒吗 对没有 客厅区的部分 基本上这边我没有加什么 因为就是广东原本附的沙发 你要不要介绍那一颗 我很喜欢马来摩嘛 这个就是某一年马来摩 跟全家联名出的 它平常是一颗抱着 你很冷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 原来它是一件被子 我到你现在拍片我才知道欸 桌子就是塞一些我们的零食 还有一些保健食品 这个是遥控器收纳小小兵 我要跟大家讲这只小小兵的故事 有一次麦当劳就跟小小兵联名 就出这个全台 只有好像400支还是800支 哇 那那天要上版 我就用午休时间冲到麦当劳 买了两支 我还有一支 如果有想要买的人 底下留言 可以跟我联络 它后面有一个设计 它这里就是刚好可以放一杯 麦当劳大杯的饮料 它就可以这样刚好放进去 它有一个提袋 那你就可以这样带着它去野餐 那它这边可以放东西 它现在就是负责帮我们拿我们的遥控器 我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浴室区 首先走进来这边就是 脏衣服区 就是流程嘛 你家里的摆设你就要去想 你的流程你要怎么样比较顺 然后这边是一个在IKEA买的架子 我觉得很好用 放很多杂物啊 因为这里面它没有做柜子 所以我们就自己买了一个架子 这个上面就是放一些 卫生棉 卸妆的 还有一些浴室的清洁用品 浴廉我们是自己后来装的 对 这个浴廉也是我们装的 因为它虽然有做这个放泼出来的 可是我们洗的时候它还是会一直泼出来 然后我们想要做到干湿分离 所以不要洗完澡地板都很湿 所以我们就自己装了这个浴帘 有一个设计就是 这是一个插手部 就是你洗完手 然后你就可以 这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在IKEA要买这个 这个很好用 OK 接下来呢 黄宜要来介绍他的房间 YouTuber的房间 首先那我房间外面会有一样 IKEA的挂钩 这真的很棒 我就会挂一些我的包包 还有我的外套 来 这个就是我的房间 这个床 我有在自己多买一个床垫垫上去 因为我对床很挑 枕头也是 哇 这个枕头 我自从睡了这个枕头 我再也没有绕枕过 我以前睡枕头 一个月以上会绕枕两次 这颗美梦云的枕头 真的是OMG的好 所以我再也NEVER绕枕过 不是业配 自己很推荐 这个就是我的书桌 这个书桌是我自己去买来装的 放电脑这样子 我就是平常就在这边工作 写本剪片 然后会放我的化妆品 本人的化妆品 TOTAL就这样 TOTAL 走过来这边 这边就是一个收纳区 这个空间就是放一些我业配的商品 当初的衣柜 现在已经放满了衣服了 大家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这里有一个衣柜了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衣柜 是因为我跟我姐的衣服 TOO MUCH 我们两个的衣服基本上需要三个衣柜才放得下 我的房间就这样子 是不是很无聊 好像有点心酸 我就是比较随心要 介绍我的房间之前 因为我在学做美甲 所以这是一个之后要做美甲的地方 但是现在有点乱 之后会再整理 大家先忽略这边 之后就看到家里很干净很有质感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厨房的部分 其实我们蛮少下厨的 一个礼拜可能会有一次 这边可以介绍一下这个 这是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买的一个磁铁 然后它可以当开瓶器 我觉得很棒 你简直是消费高手 真的很棒 然后看一下冰箱 确定要拍呢 好像没有什么 这是女人的冰箱吗 有辣有菜啊 这里有菜 诶诶 这是彪哥前男友出的辣椒酱 没有这个阿乐台辣椒酱 真的我觉得很好吃 有需要的恰旋IG这边 对对对 然后它就是不定时的开团 手工的 对手工现场 不加仿佛剂 它不会很辣 不吃辣的人也可以接受 因为我就是没有很爱吃辣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提味 我觉得很棒 应该在帮前男友打广告 可以支持一下 再来这边 一样有一个插手布 又要讲这插手布 插手布真的很重要好吗 只要有会洗手的地方都要一个插手 这个也是我们在IKEA买的 就是沥水 我后来还有上网买了一个这个 伸缩酱 我觉得蛮好用的 它原本看起来很乱嘛 然后这样就是比较整齐一点 柜子里面呢 就是一些吃的 很多的泡面 里面就是泡茶区 一些奶茶茶叶咖啡 这边呢 就是很多的零食 然后这里就是一些杯子啊 盘子啊 然后下面这边是一些 这边就是一些我们的 就是酒精啊 一些会用到的东西的备品 再来呢就是中头戏 为什么你的房间就是中头戏 来到我的房间不是吗 你的房间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好OK那我们进来 这个也是一个衣柜 但是不是这次买 这是我之前就买的一个IKEA的衣柜 然后这个就是 彪哥的床 这个床单呢就是我买的 我觉得很好看 这边 有一些还没有折的衣服 这边是彪哥的化妆区 对然后这是我化妆台 我房间也没什么好介绍的啦 大概就是这边 大家可能会看到 这边想说为什么我们要搬家 我先想讲我自己好了 我从16岁我就去台北读书 又在高雄读了大学4年 所以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呢 家里已经没有我的房间了 我每次回家的话 我爸都要去水沙发 我会觉得不好意思 再加上我之前在高雄 是跟我男朋友同居嘛 可是如果我要请人家来拍片的话 我会比较没有隐私的感觉 我会希望有一个地方是属于我的空间 可以让我的朋友都来这边拍片 所以我才决定说搬出来租屋 因为以前在家里 如果我在拍片的话 我就必须要全家人都配合我安静 我也是真不好意思 我的话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妹妹想要搬出来 我也想说可以跟男朋友搬出来一起住 也可以顺便照顾妹妹 不然她原本想要自己一个人住 那我是觉得以她这种个性 她自己一个人住的话 感觉会蛮容易出事的 就是我们还是一起住 会比较有一个照应 然后也会比较好玩 跟姐姐住的话房租也会比较便宜 我们平均分手的话 而且空间也可以比较大 如果她自己住的话 她可能就只能租一个套房 没有厨房 没有客厅可以使用 然后为什么是找姐姐不找弟弟呢 第一次都是女生比较方便 第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家里的一切都是她布局的 那这就是我的目的 因为我很把你吃到她 我会把一切都做 对 基本上这个家里呢 会负责打扫的人就是我 那她呢 就是把自己当一个旅馆的概念 我是捷宝欸 对 没有错 现在呢只要她吃完东西不收 我就会把那个东西 拿去她房间 吃饭 欸我会收好不好 我只是整个晚上结束之后 我才会收 对 就是大概从中午 八到五要吃晚餐的时候 那个东西还在那边 我会收 我只是会按照我的步调去收 但是你不可以影响到别人 然后因为 她大学在高雄都 毕业之后又去台中实习 去台中实习完之后 又飞到澳洲 大学之后就一直在外面住 就是经过这一切之后 我们不是本来就离很远吗 后来又住一起 我提悟到一件事情就是 距离真的是会产生美感 住一起真的是会有摩擦 你太常住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 很多问题都会出现 所以 不是很多人说结婚前要先同居吗 对 我真的觉得有 她只跟我住一个月而已 她就开始一直念 我说 很吵 晚睡 东西不收 头发不剪 下水孔 都是她的头发 早上没有戴眼镜的时候 我都以为她是一只蟑螂 哈哈 因为她头发是红色的 看起来就很像一只蟑螂 可是唐启阳有说月亮星座一样 很适合一起生活 我们两个都是月亮天品 所以我觉得还行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摩擦 我觉得有好处也有坏处啦 好处就是 互相照顾 半夜喝酒我还可以去栽她 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讨论 就是比如说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马上跟对方讲 然后也可以比较清楚她的状况 我姐是全世界知道我所有秘密的人 everything都跟她说 因为基本上我们两个生活作息不一样 我就是早上起来上班 然后晚上回来 但是她呢都是可能 我快要下班的时候她才起床 我在睡觉的时候呢 她就会一直在外面 不知道在干嘛 其实我也可以不用那么晚起床 因为我会失眠 我有失眠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很晚才睡着 好不容易睡着 因为我起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了 我有在看医生了 就是我有在治疗 就是慢慢的会好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她还是不要自己一个人住啦 我跟她一起住 就会看着她提醒她 就是要叫她起来吃饭 我虽然就是会很唠叨 但是我就是 会比较让她照顾她身体 要她为自己着想 哦 哦 好处就是 互相照顾 也比较有自己的空间 对 一家屋口住在一起 光那个冰箱要塞多少东西 我就已经快要疯掉了 就是因为 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 但是也不是说我们感情不好 我们还是很常回家 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回去跟他们吃饭 对 只是说 空间不够是一个问题 再来就是 生活步调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这样也是一个 相处的方式 对对 蛮好的方式 我们还是有在关心别人 就不一定 一定都一定要关在一起 住在同一个屋眼下 那个才叫感情好 像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有什么布置上面 动线上面的建议 也可以跟我们说 她真的很在乎 没有 你不觉得家就是一个 你要待在这边醉酒的地方 那你就是要把它弄得 比较温馨的感觉 这样我在里面 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你是会过得很有仪式感 像我就是觉得 配活下去就好了 我们在里的东西不一样 我不在乎好不好看 我在乎实不实用 我买的是实用又好看 好的 金牛座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那如果喜欢飙哥的朋友呢 他的IG在这边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针订阅分享喔 也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和我的粉丝专页 instagram呢 比较多分享我的日常 跟一些我比较ㄎㄎㄧㄤ的時候 欢迎大家追踪好不好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